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小楼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阿和 别再用勤奋掩饰你的懒惰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挺多这样的例子 明明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但似乎就是没人看到 甚至老天爷也没看到 没有给予相应的回报 身边朋友们的求助 让我开始思考这个奇怪的现象 最后还真找到了原因 这里并不想探讨 勤奋与结果之间的哲学关系 而是探讨到底怎样的勤奋 才算是真正的勤奋 我发现的情况是 大部分人的勤奋 往往流于形式 并且容易自我陶醉于 我在进步的假象 反而忽略了去做那些 真正有主意自我提升的事 说得更不好听一点 这些人 其实是在用勤奋 掩饰自己的懒惰 你是个加班狗 每天七点半就到公司 坑吃坑吃 干到下午六点下班 出去吃个盒饭 回到公司 接着拼命 到晚上十一点才回家 这样很辛苦 但不叫勤奋 你每天早起晨跑 读书 冥想 你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服饰云云众生 觉得唯有自己 卓尔不群 优秀的耀眼 你是个有追求的孩子 但这 也不叫勤奋 大部分人 对勤奋的理解 都肤浅地停留在 这种表面的仪式感上面 而忽略了 它的本质意义 更可怕的是 一旦你习惯了 这样的过程 便很容易 从中得到满足感 最后 当你发现自己 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就开始怨天尤人 什么是对勤奋的 肤浅认知呢 重复性地做一件事情 却缺乏思考 长时间地做一件事情 却缺乏思考 以上两种 便是最为常见的 勤奋无区 也是大部分 勤奋却平庸的人 陷入发展困境的 根本原因 重复且长时间地做事情 其实并不难 只要条件具备 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到 难的是思考 大约工作了三年的时候 因为应酬太多 我体重巨增 大学毕业那会儿 是110多斤 而这时 差不多飙到了150斤 我决定减肥 采取的方式 是每天早上七点钟 起来去跑步 我的意志力 还算是不错的 减肥计划启动的 那一个月 每天都准时去跑步 每次三到五公里 但减肥效果 并不理想 客观地说 受效甚为 去请教一位运动和减肥方面 特别专业的朋友 他了解了我的具体情况后 说 你这样跑步 身体素质是会提升的 但减肥是没戏的 方法完全错了 后来 他给了我一堆资料 我这个门外汉 硬指头皮 全部看完 这才了解 什么是无氧运动 什么是有氧运动 什么是正确的跑步方式 以及跑步时 该给自己配置什么样的装备 我开始知道 大部分食物的卡路里 并学会计算 自己每日摄入的热量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 状况完全不一样了 体重开始有规律地下降 而且跑起来 更加轻松 完全不同于原来那种 就像在服苦意一样的感觉 但在外人看来 这两个时期 我的勤奋程度 其实是差不多的 而结果却有天壤之别 一般来说 后面那个好的结果 会被解释为 这是坚持的力量 只有我自己明白 这是思考的力量 有意地思考 加坚持做事情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侵犯 侵犯 不是为了努力 是为了偷懒 怎样的偷懒 就是更快地 把事情做完 做好 是让自己 能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创业的第二年 我开除了公司 一位挺努力的员工 有些同事 甚至是我爱人 都不是很理解 勤奋的员工 不是所有老板都喜欢吗 我为什么没有耐心 再给他多些时间 而是采取如此绝学的做法 原因很简单 这位员工 已经得了很深的勤奋病 尽管和他有过多次沟通 但他仍然没有改变 最后 我只好痛下杀手 他每天七点多一点就到公司 大部分员工下午六点下班 但他每次都要等到 差不多八九点才会离开 但问题是 他所在岗位的工作量 根本没这么大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时间 用在工作上呢 于是我便开始观察他 我首先发现的一个状况是 因为每天起得太早 他家到公司 差不多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他上午的工作效率 是极低的 差不多从十点钟开始 他就会频频打喝钱 直到午休后 精神状态才会有所改观 所以 他的大部分工作 其实都是在下午完成的 如此仓促 完成的质量 自然一般 有时候实在弄不完 还会弄到更晚 这也是他不得不比别人 迟下班的一个原因 有的时候 按时完成了工作 下班后 他留在办公室 也并没有拿这段时间来学习 提升 或者总结工作 他干的最多的 是提前去做明天的工作 甚至有几次 他会用下班后的时间 打扫办公室 很多次 在和他交流的过程中 我都有意无意地提醒他 每天不用那么早来上班 每天能干好当天的活就可以了 与其加班去做更多的活 还不如多学点专业知识 提高自己的水平 可惜我的提醒 没什么效果 最后的结果是 他是每天工作时间最长的 但专业水准的提升 在同期员工中 却是最慢的 在之后的加薪 升职方面 如果不照顾他 他肯定会心理失衡 从而影响公司的整体氛围 我作为老板 只好将他劝退 这个员工最大的问题 就是沉迷于无效的勤奋 而忽略了 勤奋本身的目的是什么 看完一本书很容易 看懂一本书很难 看懂一本书以后 还能把书里的知识 方法应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更难 看书不是目的 学以致用 尤其是致用才是重点 所以每天都看书 一个月看多少本书 其实都不是勤奋 勤奋之前 要想清楚 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的目的 就是看书本身 当然也是没问题的 既然如此 你就别抱怨 别人看书比你少 掌握的知识 却比你多 问题在于 大多数人 流于表面的勤奋 偏偏要求 获得需要通过真正的勤奋 才能得到的东西 坚持做事情 很重要 但做事情的同时 思考如何更快 更好地把事情做完 更重要 再次强调 勤奋的目的 不是勤奋 是偷懒 是为了把原来 需要一个小时 才能做完的事情 用半个小时做完 是为了能做到 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而不是简单地 将重复性工作 持续下去 反思我们自己 有时 难道不同样 是陶醉于虚假的勤奋 如果真的想要进步 请别再用勤奋 掩饰自己的懒惰 真正 行动起来吧 My mother told me Before she passed away Said son when I'm gone Don't forget to pray Cause there'll be hard times Hard times Oh yeah Who knows Better than I Well I soon found out 本期节目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Just to pay my rent Talking about hard times Hard times Oh yeah Who knows I will Better than I I'll see you next time